这串神秘的代码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它们或长或短 被据点隔开的数字和字母混搭 让人摸不着头脑 玩过游戏的朋友们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它们就是游戏版本号 不过开发商为什么要把它写得如此复杂 这些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规律 本期就来聊聊游戏版本号背后的秘密 此情此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Microsoft DX 大多数登录Windows平台的游戏 或者需要渲染画面的生产力工具 在初次启动时都需要调动它的功能 而一旦DirectX出了故障 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想要解决这类问题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无脑安装最新版就行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最新版上 光是DirectX X12就有多达7个版本 哪个是最新的 相信你一定一目了然 为了标记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 总共用上了13位数字 不论是用旧版本做兼容 还是用新版本做适配 我们都能方便找到自己需要的版本 游戏的本质也是代码组成的软件 在游戏的生命周期中 随着维护、更新、修Bug、DLC等各种五花版本的变动 开发团队必然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的版本号规则 我最近爽刷的暗黑4 自发售期短短5个月时间 就已经历24个版本的迭代 如果没有了版本号 暴雪号称9000多人的暗黑4开发团队 以这个体量做游戏 估计Bug可能比我刷到的传奇装备都要多吧 那么如何科学地制定一个游戏的版本号 并且有规律地延续下去 虽然如何命名自己的版本号 同样会因不同开发组而不同 不过被广泛传承的规则里 游戏版本号一般由3到4部分组成 且中间用英语句号点分隔 具体的形式长这样 A一般是游戏的主版本 就像刚刚在一场不存在的加年华上 这款不存在的游戏发布的新资料片 将不存在的宇宙 从10.7推进到了11.0版本 这种意义重大的游戏更新会对游戏机制做出重大改变 或者彻底重构游戏界面等等 都会导致A位上的禁位 尤其是东施暴雪家喜欢将重大更新与A位进行绑定 从而起到震慑玩家一整年的作用 不论是老文家的回忆 魔兽世界5.0 熊猫人之谜版本 还是2016年的奇迹闪光 由1到2的守望先锋 即使暴雪已然人老珠黄不符当年模样 但当看到新闻上的A位不断增长时 心总会被牵动一下 而B一般标志着游戏的子版本小资料片 每当游戏中对游戏机制地图装备进行重要改动时 B位的版本号就会进一位 我们的另一位老朋友威慑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比如Dota2 从7.06到7.07 威慑就向游戏中引入了一些重要改动 其中之一 就是让我们和穷鬼盾说了再见 这一改动 就像是麦当劳移除了自己的穷鬼套餐 对于喜欢玩近战英雄的玩家而言 没了穷鬼盾提供的伤害格党 他们的游戏策略与技巧就面临了改动带来的新挑战 相当于前面A位B位的作用 C位D位的影响就会低很多 C位 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小阶段版本号 通常每个B位置改变之后 C位也会从零开始计算 这一等级的更新 相当于前两个等级 含义就会平台许多 绝大部分游戏 大半夜的官服更新 就属于这个等级 可能是一些阶段性补丁或调整 也可能是修复了一批bug 甚至是游戏中新加入了一个小功能 等等等等 而到了D位的命名 制作组就有点放废自我了 更多时候它就是纯粹为频繁的小更新 记录当前客户端版本号的标记号 我们找了一些参考 来方便大家理解 比如这张图 它的D位就是日期 在这张图里 这个不像日期有4到6位数字的D位 很有可能是团队版本管理工具的提交编号 讲这张图 它的D位就是每次版本更新后数字就加1 非常不是乌化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一般只有1到3位数 毕竟C位每变化一次 D位就要开始重新计数 谁家正经游戏 宁可做999次小更新 也不做一次全面的大更新呢 而除了纯数字 还有其他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这是魔兽世界 某个上古版本号 相信你也见过Alpha或Beta这类字眼吧 Alpha版本 是指游戏还比较粗糙的一个阶段 就像刚给房子打好框架 可以进行游玩 但仍存在着许多错误和问题 并不能代表游戏最终成品的质量 这种Alpha版本 通常只会发放给 有经验的志愿者参加测试 帮助开发人员 在软件的早期阶段发现 并解决问题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游戏早期测试的偷跑 就是Alpha阶段 至于如何偷跑 可以回看我们此前制作的这期视频 里面分享了一些有关游戏偷跑的有趣事实 而说回Beta版本 就好像是Alpha阶段的毛批房刷上了漆 按好门窗 虽然还是不太能住 但相向于Alpha版本 更加稳定和完整 此时 会有更多玩家可以参与到游戏测试中 帮助游戏炒作热度的同时 着重帮助开发人员去修bug 节省他们查找错误的工时 有些鸡贼的游戏 即使已经有了很高的完成度 也一直停留在测试环节 借着版本大更新的名头 隔一段时间就删倒 完全充斥玩家的角色状态和所有物品 虽然步伐有逃避管理游戏内经济循环的原因在里面 但长期的封闭测试状态 也让开发团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反复打磨自己的游戏细节 让你在游戏中兴奋每一刻 都能感到新鲜和有趣 那接着往后呢 会不会有Gamma版本的游戏呢 我只能说可以有但没什么必要 经历了Alpha和Beta两个版本的测试 游戏的完成度基本也很高了 下一步就是赶紧发布游戏 一共玩家游玩 没有必要再单独再来一个测试版本了 直接开麦 反正我是没玩过但有Gamma版本好的游戏 观众朋友如果有遇到过 也欢迎随时补充 说回开头的1.2.2.47002 现在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吧 一指代的是第一个大更新 一旦进位就说明游戏出现了大变革 2.2是赛季更新程度的变动 随着游戏赛季的不断推进 许多独特物品与人物技能 都被添加到了游戏里 这个2.2代表更小的平衡性微调 少量调整了人物装备和技能 4.47002意思就是 我们修了修bug 之后还会修很多 没有对游戏玩法做出改变 你见过的最长游戏版本好好的是什么 或者有哪个版本让你印象最深刻 欢迎在评论区弹幕里一起分享 这里是小满叔 谢谢您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还不错 就点个赞吧 支持一下我们 下期见